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要安慰我的子民 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 又要向他宣告 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 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 他们因着自己的一切罪 已经从耶和华的手里 受到过重的刑罚 有声音呼喊说 你们要在旷野 清理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修植我们神的大道 一切山谷都要填满 一切山岗都要削平 险峻的要改为平地 崎岖的要改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 所有的人都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声音说 你呼喊吧 他问我呼喊什么呢 所有的人竟都如草 他们的荣美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 真的 这名的确是草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我有我们神的道永远长存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 你要登上高山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 你要极力扬生 要扬生 不要惧怕 要对犹大的众诚说 看哪 你们的神 看哪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 他的绑壁要为他掌权 看哪 他给予人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给予人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像用绑壁聚集羊羔 抱在自己的怀中 慢慢引导如羊笑羊的 谁曾用掌心量过海水 用手掌测过苍天呢 谁曾用生斗两过大地的尘土 用秤秤山岭 用天平秤刚陵呢 谁曾侧度耶和华的灵 或做过他的谋事教导他呢 他与谁上议 谁使他有聪明 谁把正确的路指教他 把知识指教他 又把明智的路教导他呢 看哪 万国都像水桶里的一滴 又被看作天平上的围尘 看哪 他举起众海岛 好像围细之物 狄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 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反击 万国在他跟前好像不存在 在他看来只是乌有和虚空 你们把谁来跟神相比呢 你们用什么形象来与神并列呢 至于偶像是匠人铸造的 铸匠用金子把他包裹 用银子为他做银链 贫穷陷不起这贡物的 就拣选不朽坏的树木 为自己寻找巧匠 立起不会动摇的偶像 你们不曾知道吗 你们不曾听见吗 不是从起初就已经告诉过你们吗 自从大地的根基立了以来 你们还不曾明白吗 神坐在大地的圆穹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诈猛 他铺张诸天如铺张曼子 展开仲天像展开可以居住的帐篷 他是诸侯都归于无有 是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他们才刚刚栽上 刚刚种上 他们的树头刚刚在地里扎根 他一吹在旗上 他们就枯干了 驯风把他们像碎街一样吹去 那圣者说 你们把谁来跟我相比 是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天举目吧 看是谁创造了这些万象 是谁按着树木把万象领出来 一一指名呼唤 因他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也不缺少 雅各啊 你为什么这样说 以色列啊 你为什么埋怨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 你不知道吗 你没有听过吗 永在的神 耶和华 地级的创造主 既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知识 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自弃力 无力的他加力量 就是年轻人也会疲乏困倦 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 但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也不困倦 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便宜了 所以你们要去看 你不论 这样子 就像个人 我们要去看 我们要去看